中國人自古就喜歡在身上或是居住環境放上可以消災其福的物品 例如皮修、水晶等等 而在三峽老街的玉雅谷萬訪 就是這麼一家專賣用頂級玉石雕刻而成的皮修專賣店 皮修在世人眼中是可以招財進寶的神獸 而且錢財有盡無出 有將邪氣趕走帶來歡樂及好運的作用 隨身受大家的喜愛 傳說這是因為皮修渾圓的長相十分可愛又很伶俐 所以很得玉皇大帝的喜愛 因此就變得嬌寵頑皮 結果有一天皮修居然隨地亂大便 剛好被玉皇大帝踩到 非常神奇的玉皇大帝就一巴掌打在他的屁股上 而天生喜歡吃金銀財寶的皮修被這麼一打 從此金銀珠寶就只盡無出 讓收藏他的人可以家財萬貫財源滾滾來 而皮修有公母之分 公皮修代表的是展翅高飛的能力 代表的是事業運 而母皮修則是象徵守財 儲蓄 豐收 代表財運 所以來到玉牙谷萬房 老闆會建議你要養皮修 一次要養一對 而且要正面朝外 放在財運的位置 就可以讓你有機會心想事成 除了各式各樣的皮修外 這裡的水晶也是各種顏色都有 不管你想要增加哪一方面的磁場 都可以來這裡選購 或是買小巧可愛雞蛋型的巨寶盆 五種水晶都在裡面 滿足你一次的需求 不論你需要何種消災祈福擺設 歡迎你來玉牙谷萬訪參觀選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人的樣子 永遠都在這間 請你來玉牙谷萬物